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即時攻略這個環節 身邊嘉賓繼續有Stanley,你好 事不宜遲,Stanley,我們都快點解答你家庭觀眾朋友的問題 電話旁邊已經有位吳小姐在等我們 吳小姐,早安,你好 吳小姐,你好,早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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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6886,沒有貨可以在甚麼位置入? 明白 28220,現在可以在甚麼位置,如果下去可以在甚麼位置入? 謝謝 好,220有沒有貨價,吳小姐? 少少,不過貨價是15元的 好,我們再跟Stanley談談 首先說一下6886,好嗎?Stanley談談談券 家庭觀眾,吳小姐就沒有貨在手 想清楚哪個價位可以考慮一下 嗯,一個陶魯法 我做一個陶魯法 如果真的想買貨 最好的,最理想的賣入價 真的,是15元邊這些位置 因為之前,其實它真的下過這些位置之後 就有個比較不錯的反貸 但是,我反而覺得,這轉不妨就 真的不要那麼沽寒 不要15元才考慮 15元,25元,3元這位置 都可以叫做小駐,吸入第一駐貨 因為,當然你說,大前提就是A股的走勢 但是,我都是有些陰謀論的 我都覺得,科創板 真的叫做成市之前 應該那個市人不會怎麼死 所以,A股那邊,應該不會很差 所以按道理,你說現在 後來買這些,叫做一些 我們的券商股,可以考慮的 就看看15.2元這位置的時間 你可以考慮這樣 至於另一隻,222元這隻 有些貨值15元左右 其實都沒有的,考慮一下 拿著它先,OK的 而且,其實你看它的形勢 走勢,都真的強了 你看到這一下,升上來這一下 這條上升軌,都很邪 425度角,真是 但是,現在,既然有貨的,拿著它 還有,再加著 看看有沒有機會 真的都是,可能14.2元那些 那些,大概的位置 就是賣少少 講一下,Stan這個市場 都跌少了很多 現在跌70多點 剛才它都算過8點 今早都跌差不多200點 我反而關注信語 是不是真的到升 238月,裝上升 未到升,1.30% 跌近百分之 不過,都算厲害 算得了 算得了 它的業績,它真的不行 今早低開半成 是啊,但是,今早低開那一下 真的值得的 因為它的業績和那件事 那30億真是值得的 剛才Stanley 都說不明白 它這個舉動是做什麼 看它的分析員會不會有人問 或者有人分享一下 是啊,沒錯 好,接著Stanley 我們回答了一個Facebook問題 還是YouTube問題 有朋友想問一隻700 他就問,好不好呢 業績之前就走了貨呢 看到現在是370元水平左右 上升下落下 是啊,極之難談 明天收市便到了 但是沒有說自己有沒有貨 有沒有貨 有賺錢 有貨或者是有貨 但怎麼說有貨 有多少價位 有錢賺你可能就早一點 只可以這樣回答你 因為 減遲一下 減遲一下,沒有坏 因為,我不會覺得 騰訊 你的業績 你問我自己的話 我預算在第四個月 第四 它真的差的 真的已經預算了 但是你說它差之餘 是不是會令到家 真的會有很大的波動 下挫呢 這個真的是五十五十 因為都很低似說 究竟管理層 明晚的時間 可能有沒有一些 對於業務發展的前景 有什麼看法 這些其實是很關鍵的 所以業績我看淡 但是你說是不是要去到減榜 如果你說 你有幾手的 你不可能先選一半 留在那一半的 就肯定咬一下 看看業績出來 看什麼狀況 再想一下怎麼做 但是我個人覺得 沒有的 騰訊的前景還是理想的 所以可以的話 還要先拿去 好 麻煩你 Stanley 我們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位李小姐 李小姐 你好 喂 我想問你來到這些位 行者來到這些位 還有多少上網空間 沒有啊 如果你現在這位再看上去的話 29,700樓上 這位置開始 我們說要去到之前的 叫做蟹貨區 不過你要明白 現在市場的資金 特別是可能你說 A谷好的時間 但港股這邊又差極有個譜 你看現在市民越來越少 為什麼呢 應該如無意外 A股又突然打上去 對啦 你見A股突然又上回去了 信用資 又上回去了 又又抄上去 所以現在市場 要看上去 A股這個力量 真的不可以忽視 所以其實表現很被動 可能你說香港這邊 沒錯 那些公司的業績表現 可能其實是不理想的 但問題是 A股當時 A股這樣的強勢之下 如果你買指數的話 其實是很難搞的 你也很難觸摸的 反而待會進去過股 你真的可以看到業績行不行 你才可以再做一些判斷 所以說多少島 可能說市可以 可能叫差不多 暫時看29,700樓上的位置 但是 都是那句 A股這麼強的話 你要開淡倉是有風險的 是 看到A股 又上回3,100這個水位 大家真的要看A股的走勢 A股是太難捕捉的 A股的情況 有時都不是一些 基本面的問題 你可能說有些個別的消息 有些炒作的因素出現了之後 大家就已經揍進去 所以變成一件事 很難觸摸 炒那個氣氛 之前時間給我講 是 所以我不是說成交量代表一切 是 你保持得到成交量的話 其實它一定會打一彈 因為這是一個散戶的市場 暫時也有3,500億左右 A股的成交 Stanley 我們這一節 都和你談到這裡 都和你申報 剛才我們提過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呢 有一個騰訊的 好 謝謝Stanley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還有其他的直播環節 我們稍後再見